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进入以西结书第十八章 一起来灵修 那么这一章也相当长 所以我们分成两个段落 今天是从第一到第二十节 这个段落其实在讨论一个主题 那就是什么是公义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四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呢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们在以色列中 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英游 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 为父的怎样属我 为子的也照样属我 犯罪的他必死亡 这四节经文给我们看见了 主耶和华又传话语给先知以西节了 他告诉先知以西节 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 说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齿会酸倒 他说哪有这种事啊 当然主是要透过这句俗语来探讨 什么叫做公义了 父亲吃了酸葡萄 结果儿子要受罪 这个不公平啊 那么下面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 其实每一个人只要犯罪 是要自己为自己所犯的罪 负起责任的 下面几个段落都围绕了这一个中心思想来发挥的 经文不难 各位自行阅读就能够掌握这个主题了 就是公义是什么 其实一句话 那就是自己犯的罪 当然自己负责啊 不过在这段经文里面 除了这个公义的主题之外 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那就是从第五节开始 那一边列举了一些 以色列人当时所犯的罪 一开始当然就是离弃神嘛 拜偶像 拜偶像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那就是找了另外一个假神去拜的 但是一旦人离弃了真神 找一个假神去拜的时候 不只是在敬拜的对象上错了 连带会带来很多连锁反应的 所以在第五节开始 就给我们看见一旦人离弃真神 走向偶像之徒呢 就会带来在性关系上的混乱 在财务关系上的欺骗 在社会上没有公义的行为和标准 换句话说 一个人离弃真神的意思 不只是找一个假神来拜哦 是把真神应该有的价值观和标准 完全离弃 所以一旦离弃真神 敬拜偶像呢 意思就是带来许多错误的价值观 而这些错误的价值观 会在人世间各方各面表达出来的 那么经文这里列出的只是代表性的 这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了 那就是当年的以色列人 因为离弃神带给个人 家庭、社会各种的困难和问题 那一个人的信仰正确与否 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了 这个会影响到群体 在今天教会时代 我们都知道恩典都个人性的 信耶稣必须每一个人 自己去接纳主耶稣的恩典 圣洁不能够传递的 属灵的福气也不能够 因为人际关系能够传递的 必须每个人来到赐福的主面前 才能够领受这许多属灵的福气 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 不只是领受了属灵的福气 更领受了属灵的教训 于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心思意念上 就会走在一条蒙福的路上 相反 一个人假如不认识真神 于是他的价值观就会受到 各方各面的冲击和影响 当然他的生活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盟主喜悦的生活呢 那么以西节先知当年和今天 我们的教会时代 其实是相通的 九主带领 我们看了以西节先知这段经文 不只认识了公义是什么 更认识了一个人离弃公义之后 带来的种种连锁反应 和种种悲惨的下场 九主 借着这段经文 提醒我们 走在因信而称义的路上 继续与主合一 继续奔走这条蒙福的路 愿神祝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